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另外的消息 比如说啊 英国现在有40多个官员 然后的话也都辞职了 逼宫 逼这个约翰逊啊 然后的话下台 对不对 你不是一个好首相 你是一个坏首相 你不是一个好人 你对不起我们英国人 对不对 我们英国人啊 然后的话要你下台 下台 下台 不过呢 之前啊 约翰逊啊 也说了一下 我不走 对不对 什么叫我不走啊 这个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刻啊 我约翰逊一定要坚持住啊 也就是在英国的议会里面辩论时候 这个约翰逊说出来的话 看起来还很硬气啊 但是这连一天他都没撑过去啊 不过呢 我相信很多的同学都会想啊 就是约翰逊为什么下台 当然了 有很多的小道消息传出来 各种各样的一些啊 什么什么事 为什么忽然之间英国变天了 就英国好像啊 忽然之间这个约翰逊就开始不满意了 对不对 然后之前呢 要罢免约翰逊也没成功了 对不对 要罢免约翰逊啊 约翰逊也没有啊 遇到任何的问题啊 那证明 对不对 保守党还是站在了这个约翰逊的身边 怎么就这个保守党忽然之间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什么啊 各个部长 各个官员都要辞职了呢 首先大家不要相信啊 那些什么花边新闻 首先啊 咱们我跟大家要读一个啊 要跟大家说一个那个新闻 就是英国的检察总长评价约翰逊 英国的检察总长也说啊 希望这个约翰逊下台 但是他说的这个原因非常有意思啊 从这个英国的检察总长这一句话 这一段话里面 咱们来看一看约翰逊下台的原因 其实这个原因跟中国相关 为什么呢啊 大家别着急啊 先听一听这个新闻啊 英国的检察总长称这个英国的首相约翰逊啊 该下台了 然后他这个英国的检察总长布雷曼参加英国独立电视台 表示啊 这个首相最近几天处理事情的方式 骇人听闻 对不对 他称现在天平已经清晰 然后的话 即到了这个首相啊 下台的时候了 然后尽管啊 这么说 让他感觉很痛苦啊 然后这个布雷弗曼在节目中说啊 多年来 我一直是啊 鲍里斯约翰逊的支持者 我为能在他的政府中任职感到无比自豪 对不对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对不对 那个约翰逊挺好的 那原因到底什么 继续跟大家读啊 我为他在英国脱欧 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问题方面取得的成就 感到非常自豪 对不对 你看没有任何有问题啊 反正这疫情啊 这个约翰逊处理的也好 脱欧处理的也好 乌克兰问题处理的也好 都有成就 那你们为什么要逼宫呢 继续看啊 这个这个他说啊 我今天极其难过 议会中的保守党议员们充满了绝望和悲伤 在我看来 虽然我很痛苦这么说啊 但我确实认为首相下台的时候到了 原因到底在他妈哪呢 大家发现没有 就忽然间就 这个这个英国就变天 忽然间英国什么这个部长啊 辞职 还有部长被约翰逊罢免啊 拉下台 对不对 也有好几个辞职的 也有很多的官员忽然之间 然后全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咱们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检察总长 然后他提出的几个问题 没有问题啊 对不对 就证明 就证明这约翰逊哪有问题啊 那去最近这些年啊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他都讲完了 比如说英国脱欧 对不对 这算是啊 跟英国相关的最早的大事 然后他认为这个约翰逊脱欧的对啊 对不对 然后脱欧的那么对 那他为什么要下台呢 不用啊 包含这两年最大的事情啊 新冠肺炎 对不对 新冠肺炎啊 他说了 这个约翰逊取得了这个成就 对不对 非常重要的成就 还是你处理的那么好 他怎么就下台了 还有什么乌克兰问题 怎么怎么样 乌克兰外营啊 也是取得了成就 那他还感觉很自豪 那最近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约翰逊处理都很好 那他为什么要下台呢 首先咱们看一看他这话啊 就说啊 真的是啊 这个约翰逊做的好 对不对 脱欧咱们就且不说啊 脱欧的好坏了啊 然后咱们就说新冠肺炎 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宣布 开始躺平的国家 对不对 英国死了多少人了 处理的真好 这就是西方的社会 大家看到没有啊 就是说啊 哪怕是这种情况 他也是处理的好 当然了 你跟他说 新冠肺炎英国躺平处理的好不好 他当然说好 对不对 因为他们这些人 想的问题是一样的啊 死人就死人 那是他该死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什么 还有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问题也是最近啊 算世界上大事啊 反正是乌克兰干干干 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拼了 对不对 永远就这么喊 干干干干啊 那就挺好的 那约翰逊到底为什么想的 大家不觉得很神奇吗 刚才跟大家说跟中国相关 这个英国的这个检察总长 也没有说中国 也没有说这个约翰逊 处理中国的问题 大家发现了吧 明白了吧 其实最近这些年 这个世界上发生大事 就这么几点 包含跟英国相关的脱欧 新冠疫情 还有什么这个乌克兰问题 还有什么中美博弈啊 如果说脱欧处理的好 新冠疫情处理的好 乌克兰问题处理的好 中美博弈 约翰逊处理的好吗 大家明白了吗 没有说什么 那就是原因所在 最近这些年 世界上就发生这些事 而且大家得知道 就是跟今天跟大家聊这个新闻 大家得知道同时间段 这个世界上都发生了什么 对不对 跟英国这些问题相关了 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同时间段 就最近这几天 世界上发生了好几次 就翻天覆地的一些变化 可能很多同学没感觉啊 但是就我跟大家说 从我的感觉就是 以前这些新闻不会发生 但是在这几天 这些新闻啊 纷纷的都在发生了 对不对 什么新闻啊 大家看一看 对不对 大家看一看啊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台湾 台湾 台湾 然后前两天跟大家讲 那个新闻 台湾这边啊 说了一句什么的话呢 对不对 然后钓鱼岛是我们的 可是那个新闻的背后的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是要把钓鱼岛问题 炒的要足够的大 要干嘛呢 祸水东引到日本 民进党翅膀硬了 开始祸水东引到日本了 对不对啊 然后钓鱼岛这个问题啊 放到最大 其实就是打美国人的脸 为什么呢 日美安保第五条 对不对 你美国到底来不来 你美国的历任总统都说 钓鱼岛覆盖 适用于这个日美安保条约 那到最后来不来 你台湾这个时候 你掺这趟浑水 你日本都一般都不会说 钓鱼岛问题 对不对 日本都不会说 日本都说台湾台海和平 台海和平 对不对 钓鱼岛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没关系啊 反正我天天喊 台海和平就完事了 对不对 日本都是这种态度 那你台湾想要干嘛呢 这时候台湾说啊 钓鱼岛是我台湾的 把把钓鱼岛这个新闻 跟主权相关的这些新闻 做的足够的大 那美国人如何自处呢 日本也是啊 对不对 临方正也开始做一些啊 你以前啊 你很难能够见得到的一些事情了 抗议抗议抗议你的这个 这个中国啊 解放军啊 军舰中国的海警船 然后的话 驱赶我大日本的这个鱼团 对不对 跟你抗议抗议抗议 钓鱼岛是我们的 对不对 钓鱼岛是我们的 对不对 然后是我们达日本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日本是这种形象 日本也开始做了一些 以前不做的事情了 你包含我之前跟大家说啊 就安倍政府 包含到菅义伟时期 钓鱼岛 日本人受的压力极大了之后呢 日本人安倍啊 菅义伟啊 喊台湾啊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台湾台海和平很重要 对不对 永远啊 这个祸水东营到台湾 然后的话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岸田文雄时期 现在的首相 他刚开始这一招呢 就是啊 钓鱼岛受到了压力 岸田文雄出来喊 东海 东海 我抗议 东海怎么怎么样 东海你开发什么 这个石油 天然气的这个油田啊 天然气田 对不对 抗议中国 抗议中国 都在逃避 都在逃避 安倍选择的是 往中国啊 身上啊 对不对 那个算是啊 国耻一样 就因为啊 你日本抢走了台湾 然后你日本又喊台湾的问题 来刺激中国 这是安倍的玩法 然后岸田文雄啊 比较收敛 他只喊东海的这些问题 跟中国的历史啊 跟中国的算是一些不好的回忆啊 不好的历史 没有多大的关系 虽然说是这样 这两边都不会啊 都很少在钓鱼岛这些问题上面喊疼 对不对 只要这个钓鱼岛问题 只要喊了出来 美国就得享受压力 美国就要做选择题 要不要来 总而言之 日本也做了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情 以前不会做的事情 然后台湾也做了一些 真的是最近这几十年都不会做的事情 钓鱼岛是我们的 对不对 是我们台湾的 然后的话 日本也做了一些这些事情 总而言之 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现在都做了一些 以前自己根本就不会做的事情 包括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最近也说了啊 我要向这个中国伸出橄榄枝 澳大利亚这几年 可真的是对着干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啊 那个那个莫里森啊 一直对干对干 对干到下来 这下去之后 先上来的澳大利亚的总理 其实刚开始也是跟中国对着干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用了一个华人的一个 外交部长 对不对 一个女性的外交部长 然后的话 在太平洋岛国这来回的转 要跟中国拼了 要抵御中国的威胁呀 澳大利亚也是这样 可是最近澳大利亚的方向 也在改 向中国神出橄榄枝 要跟中国要和平 大家发明 就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和地区都发生了转变 都发现了改变 为什么 就跟英国的这个约翰逊 忽然间被弹劾 虽然说成功了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弹劾成功 弹劾约翰逊的是英国的工党 英国的保守党紧密的团结在 这个约翰逊的身边 然后的话 保护了约翰逊 可是没过两天 工党的弹劾啊 没成功 然后的话 可是保守党的这些部长们 官员们 自己出来辞职 玩逼宫 大家不觉得很神奇吗 就忽然之间就改变了 为什么 刚才说了 跟中国相关 中美博弈相关 美国已经开始完完全全的转向了 大家明白吗 虽然说啊 美国最近这两天的新闻 也是在跟中国叫板 包含今天跟他聊的什么 FBI的局长 对不对 说啊 你北京要武统台湾了 对不对 北京好坏 钱赶紧来我美国 对不对 FBI的局长在做这些事情 你看起来 他在跟你拼 你看起来 他跟你啊 怎么怎么着 包含啊 最近的新闻 什么这个啊 这个ASML 跟这个日本的这个这个佳能啊 你不要再卖内心啊 那个什么过以前的那种制程 不是最先进制程的光刻机 给中国了 不要以为美国这是在跟中国 对着对着干 辅命的干 其实这不是啊 这是他拿谈判的筹码 拿谈判的筹码是为什么 要谈判呢 美国跟中国这新一轮的博弈 马上就要来了 美国已经撑不住了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一直有新 一直有消息 一直在放消息 对不对 包含啊 这个什么啊 耶伦跟这个刘鹤 哎呀 降中国商品关税了 我们要降了 降了 对不对 我们要降了 虽然说最近也有新闻说什么啊 才降什么几千亿的关税 才降一百亿 哎 降多少 降多少 跟中国人没关系 你美国自己想办法去 总而言之吧 就是说这种各种各样 奇奇怪的新闻往外去放 然后美国表现出来的状态 是什么 以前美国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301条款一出 只要一出 谁与争锋 对不对啊 301一出 谁与争锋啊 对不对啊 只要是301一出 什么 佛狼杀佛 神党杀神的 对不对 谁敢啊 在我大老美面前的这个301条款 给我顶上一个字 这你敢顶嘴一个看一看 谁见啊 谁跪下 对 谁见 谁掏钱 301条款往这一扔 对不对 什么叫四小龙 哪个又是四小虎 对不对 把钱掏了出来 再装到我美国大爷的兜里边 根本啊 我美国大爷连手都不出啊 我把兜打开 你就得给我往这装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原来的形象 可是走到今天 美国现在向全世界展示的是什么 之前跟大家聊了 美国现在啊 向全世界表现的是什么 为什么啊 三天两头那么好面子 然后说啊 这个我也 对不对 帮助中国 帮助中国 然后给中国点便宜 对不对 然后把降这个商品的关税 对我们是做什么的 解救世界的经济 对不对 这个美国人一直以来还在要面子啊 我跟中国谈判如何如何的 但是的话 大家全世界其他国家都看在眼里 你美国已经离不开中国了 你美国在中美博弈里面出了大问题 不然的话 美国现在为什么一直要盯着中国 对不对 为什么一直要盯着刘鹤找这个 不不 耶伦找刘鹤 布林肯找王毅 对不对 然后拜登找习大党 为什么呢 都是美国放话的 为什么 着急了吧 经济解决不了了吧 美国第一个季度啊 GDP下降了1.4%啊 最近一个月下降了2.1%啊 对不对 美国连续两个季度 GDP都是往下去掉的 对不对啊 美国呀 这就是美国遇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了 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要转向了 约翰逊为什么下台 对约翰逊为什么下台 对不对 英国的这个检察总长说的很好啊 约翰逊的脱欧处理的好 新冠肺炎处理的好 乌克兰问题处理的好 中美博弈处理的好不好呢 你约翰逊已经彻底得罪了中国 对不对 那得换个人上来喽 对不对 换个人上来了 然后跟中国要修正关系了 澳大利亚这种笨蛋一样的国家 对不对 要当战股被人敲的国家 都开始伸橄榄枝了 你以为英国人他转向会慢吗 对不对啊 只要是约翰逊这张脸放在中国人面前 中国人就有一个感觉 叫讨厌 对不对 所以说你下去吧 对不对 美国都要跟中国开始谈了 英国要想要跟中国继续打交道的话 那得换个可爱的脸 对不对 换个要脸 对不对 日本那也得换一换一换张脸 什么脸 大和福祉的脸 大家不要以为不可能 很快就要来了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趋势啊 没有任何办法了 美国博弈来博弈去 博弈来博弈去 他有什么办法 他有什么招呢 对不对 能够赢得了中国呢 现在美国经济现在这种问题 连续两个季度往下去掉 GDP 美国怎么办 对不对 你看他嘴硬 是是是嘴硬啊 嘴非常硬 对不对 然后跟中国拼了 跟中国组合FBI的局长啊 这个北京要武统台湾了 对不对 然后呢 钱赶紧打到我美国去啊 话都说白了 但是有用吗 世界上其他的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 世界上其他的这些国家的这些 做企业的啊 这些游资啊 说是说这些游资的老板们 对不对 这些人他看不明白 这些事吗 你美国到底怎么回事 美国现在这个下滑已经拦不住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美国的不行 各位可能还真的是不如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政治人物敏感 对不对 刚才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了 澳大利亚 对不对 然后台湾 日本 对不对 包含现在的英国 都有感觉你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大家也不能啊 大家得知道啊 有的时候啊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啊 他就是这个样子 有些国家前面先交好了 先得力 后面那些国家 如果说来晚了 哪怕来晚一分钟 你可能就能从朋友变成敌人 为什么呢 没办法给你分立了 对不对 中国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嘛 对不对 中国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嘛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啊 一天啊 他都是只有24个小时 对不对啊 然后时间也是有限的 对不对 然后所以说呢 你要来晚了 你后面排着去吧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没准啊 你是来晚了之后呢 你还给我表现的不好 你是什么呢 你可能就会变成我们这些人的敌人了 这个世界也改变不了了 大家明白吗 这个世界的趋势改变不了了 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怎么动 对不对 为什么动 啊 归根阶级 现在世界上最大那个事情 中美博弈的结果 基本上快来了 大家已经看到了转变的迹象 对不对啊 啊 这样中国商品关税咯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耶伦找这个刘鹤咯 然后布林肯主动来找王毅咯 对不对 这个拜登来找啊 习大的咯 对不对 这个世界他都看在眼里了 这个世界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慢慢看吧 对不对 你就从约翰逊这个事情都看得很清楚 约翰逊为什么下台呢 对不对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